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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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个隐私圈当然是谈到说 可能是他朋友因为他在初期生活能力 还没有很独立的时候 他可能洗澡啊 如厕啊 都需要有人去参扶 他就觉得说 你也知道 这种东西是非常 privacy 的 那在这边他就是谈到这个 他因为他可能要看信或看资料 可能人家写了一封email给他 可是因为他看不见 他只要请他的朋友和同事来去面 那当然如果是一般公事还好 如果说这是这个比较隐私密的事情 他会觉得说好像我的一些小秘密都被人家知道 那这个东西是隐私圈 那我又会联想到我很爱联想 他现在记忆力还很好 他也记得前面录的时候 各位朋友请注意我的记忆力还很好 因为我左边的木炭记忆有点不好 那好互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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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那个信赖感也是有点没有办法 因为他吃饭要付钱 他必须把钱包拿出来请人家付 那从隐私跟信赖 这种因为生活而必须产生的信赖 不知道老师对于这种隐私跟信赖 觉得他们是一样的吗 是因为我们市场朋友为了要生活 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 还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 我自己是觉得隐私跟信赖 他还是某种程度的有不太一样的层次 是是是 对就是说有时候你说四藏者是不是比较容易信赖别人 我觉得那时候也比较信赖 那真的就是回到一个很生活上面 你需要某种程度的依赖 依赖跟信赖是不一样的事情 依赖别人 或者是需要别人的帮忙 其实我们也会啊 我们也有的时候会需要别人的帮忙 难免的 难免吗 那你说我是不是信赖这个人 嗯 某种程度 maybe当然有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在里面 可是他不会是很深很深的那种 就是程度上还是有差 程度上面还是有差 那另外就是那个隐私 我觉得隐私也有一个层次上面的不一样 嗯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会有好朋友的界定 然后知心朋友的界定 就是那是有一些事情我只会跟我的知心朋友说 是 可是我不一定会跟我的一般朋友说 那当然 那就是那个隐私上面 心理上面的那个 但是你说回到啊 对啊 上厕所的这一种 比较隐私的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啦 这个还是要回到沟通上面 沟通 还是大概会知道厕所长什么样子 嗯 嗯 所以通常我们在带的时候 不会跟着进去厕所 那当然 嗯 但是可能他刚好遇到的那个名言 就是不太了解 他就可能跟着进到厕所里面去 就是在旁边这样子吗 无障碍厕所不是比较大间吗 很大 对他可能想说好 那我在旁边这样比较知道他什么时候尿好了 哦 对 这就很尴尬啦 对啊 这真的是 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 其实不需要到这么的 嗯 这么的亲近的这一种帮助吧 对 你只要告诉他说 啊在这个厕所里面 嗯 你走往前走多少 你会碰到洗手台 洗手台的左边是 比如说马桶也好 那马桶是蹲饰的 还是坐饰的 还是庙洞 然后这样子确认他的方位以后 嗯 然后你就可以退出来了 对 这确实让我回忆到 我 我之前讲过我进来第一天就是跟我们理事长出差 嗯 那因为他就是 我们理事长是男性嘛 是 然后我们刚好去了是 人很少的一个捷运站在高雄 嗯 然后 那个时候 就理事长要上厕所 然后我 因为我 可能是因为我爸爸 我爸爸也有些状况 所以我 我其实很适应 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着进去 但我进去之后就 跟我们理事长说 嗯 现在这边是洗手台 然后背后就是尿斗 然后我就出去了 嗯 就是我 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环境 我还是必须 我就看到没有人我就进去 然后如果有人的话 我目前好像 我都会稍微看一下镜子状况 如果没有人 有人的话好像 我也不会请他们带 因为其实 你大概跟市长者讲一下 嗯 他们摸摸摸摸就摸到了 就摸到了 对对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理事长也有跟我讲说 你大概告诉我方位 嗯 就是你告诉我洗手台在哪里 你告诉我上厕所地方在哪里 那就没事 我就说那我就要外面等你 这样子 所以 那个是不同性别的吗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还是会 还是会觉得 我确实是觉得 这是他的隐私 如果今天是我的好朋友 我可能也 同性别也不会做到这样吧 对啊 同性别也不会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说 欸到底我们怎么去 去尊重 尊重 一个人 他的隐私是什么 然后我们自己清楚 什么叫隐私权 嗯 其实这又回到前面的 信不信赖 对 你到底绝不觉得 他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就你不要overacting 是 不要太过于关心 嗯 就好像您刚讲 他这个可能是残障厕所 我干脆在那么大街的残障厕所里面 我在里面等他 因为你 你一定是担心啊 对啊 我相信那个陪伴的人 一定是因为担心 可是 我觉得真的就会让人觉得 嗯 不舒服 而且其实是这样子 他 他就是事实上的 对 因为如果今天是像 我之前说我照顾我爸爸嘛 那我就会担心他可能会跌倒什么的 是 可是事实上他其实没有这么失能哦 是 除非刚才有其他议题 对就是 不要太很多人会放大他的失能 嗯 可能一般的人都会对于 不一定是这样子 要是身体上面的有缺心 就会非常的进去 都想要帮忙 帮忙 或者是就觉得他们的能力好像不好 对 没错 可是不好不等于 他们就失能啊 对对对对 没有错 就是那个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将心比心 我觉得 还是一样 同理心 就是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嘛 如果是呢 这种隐私权的上市 我 其实我刚满脑子想到什么 就是想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住医院的经验 当你住医院的时候 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 你所有的隐私权全部被剥夺 真的 不论你是贵为这个王公国戚 或者你只是一个泛夫小卒 你找到医院 通通都一样 是 你不会有隐私权 对对对 确实 我们有这种感觉 我如果有冒犯 护理医护人员的地方 请这个解调 其实我觉得护理医护人员 就是他们 他们也必须要 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训练的啦 是啊 因为其实他们 表示说这件事情是多敏感的事 对啊 其实他们都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你们可以放手 让事实上去做 然后我们话题要拉回来沟通 其实也一直都在讲沟通 老师比我们还更扣紧主题 真的 不能让两个主持人挑走 没有没有 我觉得沟通 这真的是无所不在啦 其实是无所不在 确实 沟通里面的确刚刚讲的这些感觉 心理上面的感觉 都会包含在里面 嗯 那可能包含我自己 怎么去告诉 或者是好 我即便知道这是对方的隐私 那我要不要说 或者是我就看 也许不小心真的也的确会就像信件的问题 嗯 那是 对 那那就会回到你自己的道德伦理啦 对 对啊 道德自己 自己有一个标准在 自己有一个标准在 那那个就是一条线嘛 没有错 那那个线如果能够做到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沟通互动 他会是在一个有被尊重 对方 事实上也会觉得 他也可以感受得到尊重这件事情 就是说尊重这件事情 不用用讲的 嗯 那是在彼此互动过程里面 你用感觉就可以感受到的嘛 是 有没有被尊重 嗯 嗯 嗯 这个蛮重要的 是 大家有谨记在心 对 就是沟通的本质 并那些语言什么 重点就是你要让对方人互相理解 有个良性的互动 是 这才是 虽然他们丧失了 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彼此如果都有付出的话 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可以 可以被弥补的 他是可以被弥补的 对 没错 那前面我们讲到口语 那在这一章他其实讲到 我们讲三个能力嘛 那有一个就是 资讯获取的能力 那资讯获取的能力 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到有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词 叫知识倒退 嗯 因为在现在是一个 新资讯爆炸的时代 嗯 那他们在失去了 嗯 失去了视觉能力的时候 可能他们在出席 maybe 在出席 摄取资讯的速度 嗯 或者是对于社会的 情境的一些 觉察力 甚至于我们 可能曾经讨论过 就是看时间啊 嗯 那些能力都会慢慢的 就他可能会 没有办法 就是暂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达到这些 这些能力 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可能在 呃职业上 他们会比较吃力 甚至于 会被认为不被升任 嗯 所以他们在 呃因为他们这样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一个 比较好的薪水的地方工作 嗯 或者是他们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去 像有些个案 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能力就是直接 会被挑战 你可以去看那个生产线 里面的东西吗 嗯 那这样子他们就是 他们是不是会被 就是说 他这样子资讯 获取能力的退化 嗯 跟丧失 是不是就代表 他们的工作能力 就是有直接的 直接的 关系是 或者会退化 或者是比较差的 对啊 这个好像也是很多 很多人对这个 失障者 在就业这部分的一个 嗯 嗯 不知道一个想法 嗯 嗯 不知道老师觉得呢 嗯 我自己觉得没有太直接的 关系 嗯 可是还是要回到 这个失障者 他自己本身 有没有主动想要去 获取知识的能力 哦 嗯 就是因为现在资讯很多 很发达 而且很多真的都不用靠用读的 嗯 他可能用听广播的方式 或者是网路上面就有很多的讯息 可以catch 然后我也遇过 视障者他catch到的讯息 还比我多很多 哦 然后新的知识还比我多很多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 呃 就是因为他们的视力的障碍的影响 而是说回到这个人自己 有没有想要 有没有意愿 对 然后而且很多的资讯 我们也可以选择 对 对 对你要选择哪一类的资讯你想知道的 嗯嗯嗯 那都是有方法可以去达到 哦 这是在资讯的部分 是 那另外就是说工作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职场文化了 嗯 嗯 就是说这职场他有不友善 或者是 适才所用嘛 嗯 其实好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或者是职业的规划是 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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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谁会把一个适藏者 但不会把他放在一个他不适合的位置 嗯 那我觉得那真的就是要去看我们怎么去找到他适合的位置 然后这个职场他能不能友善去做一些 比如说 呃 失账者还是可以用一些辅具的方式 对 达到某种程度的工作能力 对 那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错 甚至有些失账者我觉得他们因为 比较属于思考神的 有些失账者他们的逻辑思考能力其实是很好的 嗯 嗯嗯 这点是 其实比我们还要 搞不好还更好 嗯 嗯嗯 嗯 确实 所以 这让我想到那个可能比较题外话就是 我上次跟我们同事去吃饭 嗯 然后 我们都会念菜单嘛 对 然后他们开饭菜单我们就burburbur 念完之后那个店员我就说你们要吃什么 然后店员直接走过来经过就跟我讲一句说 我看他们也不记得你刚刚念有什么 真的 哈他就是非常 他可能觉得很有趣他跟我聊天 就是一个小鲜肉这样子 啊 哈 哈 哈 我那个时候就回头跟他说它们记忆力比我们好 就是他們其實知道 怎麼在眾多的資訊 我迅速的唸過 因為其實我唸我當然也有耐心 我也有我的氣長短這個問題 畢竟我就是可能氣比較短 我沒有辦法唸完 然後我會稍微的過濾整理一下說 你要吃飯還是麵 飯有什麼麵有什麼 青菜有什麼小菜有什麼 可是我那個時候在唸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說 他們已經很習慣在眾多資訊裡面 喔我想要吃這個什麼食材 這個什麼食材 然後他在針對那些分眾去做 一些他們的選擇 可是從旁人來看 他確實就會覺得 因為我們不會 我們太習慣用看的人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就好像老師剛剛提到那個邏輯能力 其實他們很多的東西 因為他們是要自己去整理思考 所以他們的思考 還有他們的記憶力 其實真的是會比我們好的 可是大家就是只看到他們 看不到 他們會忘記 忘記他們某一種程度上 就是其實他們是比我們 這個能力是比我們好的 講到這個啊 我覺得我應該要趁這個機會 來簡單的業配一下 因為老師講到資訊過的能力 跟工作的關係 這個正是我們學會一直不斷在努力的 我們學會就是 我們學會的宗旨就是 讓這些中途失明的 可以學會怎麼用NVDA 這個螢幕暴讀軟體 然後重新的來去再適應 使用Word、Excel、PowerPoint 這樣子的文書軟體 他們只要都習慣於這些文書軟體 也能夠在網路上操作 可以獲得很多的Info 因為現在就是一個網路時代啊 那這樣子在資訊上面 他們就不會知識倒退了 而且他們在職場上 也就更有具備競爭力 最起碼他們會跟大家 是站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那至於後面有沒有機會 當然是看各自以的努力囉 當然 不過這個也的確是中途失明者 跟先天的視障者 我覺得在兩者的能力上面 還是有一些差別 意思就是說 因為那有點像是說 先天的失明者 已經是比中途失明者 要更多的經驗累積學習了 所以中途失明者的 在作為一個視障者的經驗累積 沒有來得多 所以他們等於要重新學習一個技能 沒有錯 所以就是在那個學習的過程 比先天就是你的這一些 就是夥伴們 他們要更長的時間 而且是更多的練習 練習這樣子 因為他跨 對 他要跨越心理的 以及跨越他過去的 過去的習慣 沒有錯 沒有錯 他要做一個很大的轉換 沒有錯 其實不可諱言就是說 因為你 因為視障朋友 尤其是後天視明的視障朋友 他遭受到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他一定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對啊 所以其實 有的時候 你說他是不是這個能力不好 他其實 努力他是可以彌補的 但是 如果說他本身的個性比較消極 或者是他不願意面對 這樣狀況的時候 其實視障反而會凸顯他的 本來個性上面的弱點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對啊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都說要學習啊 就像 我之前也是碰過有個案 他是被問說 你看這個文件 你能不能在時間之內看完 那就是效率的問題 會被質疑 沒錯 但其實效率 至少我們合作的工作夥伴 跟我們訓練的個案 他們如果是很積極的時候 他們工作效率 其實是可以跟我們一樣 都沒有問題 但是確實他們就是要很努力 是 是 對啊 是啊 講到努力 其實我覺得 我以前就有一個感覺 就是 我一直都很想要努力的 來去學習很多不同的語言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我高中的時候呢 我的學校 剛好在這個 我們客家朋友比較多的地區 所以我的很多同學 都是這個客家朋友 每天下課呢 我都覺得我好像到了第三世紀 因為我是唯一一個 聽不懂他們在講話的人 我那種感覺是 又孤獨 又不知道 我又很想要合群 可是我又覺得 哇我真的 我自己是沒有那個語言天分 所以我都很努力 可是我覺得沒有辦法 那我以前剛好 我之前的工作 我也接觸到 各種不同的 障別的團體 那我印象最深當然是 我們這些生障的朋友 因為生障朋友都會用手語 是聽障者啦 所以有時候你也會看到 我們生障朋友聚在一起的時候呢 因為他就以他們的語言來溝通 那我們也會覺得講真的 你如果你沒有學過手語 你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那 講一講 不知道我們視障朋友 他們 是不是有他們獨特的一些溝通的方式 還是說他其實跟我們是一樣的 不知道老師在過去 接觸的例子裡面 有沒有什麼這樣的經驗呢 當然因為視障 譬如說 我在視障資源中心工作的時候 常常的確會有一群視障同學們 就坐在一起聊天 那他們聊 當然會有他們自己的笑話 可能他們講的笑話 我們也聽不懂 因為那個笑話 真的就是專屬於 喔視障者才會聽得懂的笑話 老師我現在是一定要找 我們視障的夥伴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分享十個笑話 現在剪音檔的人 才不要 請注意要十個 一人十個 當然他們會有他們比較特別的一些 就是話題啦 但是也不是說只有視障者才會有這樣子的 就像是我們一般人的群體裡面 我們也會有 會啊 反而興趣相同的 或者是特別領域的 那我們講的話 別人可能就聽不懂啊 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啊 所以聽起來 他跟大家都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對不對 大家都一樣 對啊 就是大家都會聊天嘛 所以其實就跟貝塵你剛剛講的一樣 其實客家人也沒什麼不一樣 他們只是用客家話在聊天 他們只是用客家話在聊天 跟他們在一起說 是我不一樣 好像是 所以所以你有覺得 你沒有溝通對象算了 所以其實老師我覺得 這個其實感覺上就是 就是我們要用平等兩個字來去對 來去看待這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把不是說用平等 因為我覺得在世界上 沒有所謂的平不平等這件事情 而是說我們怎麼去看待差異 啊 看待差異 是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差異放大成 我們是不同的人 還是我們對於這個差異 我們是可以去理解的 理解接受 接受 對 嗯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平等 因為這個很難啊 太難了 太難了 那真的太難了 光是性別就沒有辦法平等 性別就沒辦法平等 對 比如說這個房間裡面 我就是屬於被不平等 你為什麼一直要抹黑 你是被排擠的 不行講 抹黑客 為什麼要抹黑我們 今天我不是被排擠那個人 哈哈哈哈 那你可能很難翻身 因為我們來賓 哈哈哈哈 大部分都是女性 不行 我下次一定要找一個男性 哈哈 來平衡一下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去強調 提頭式的平等 不是這個 而是說面對差異的時候 我覺得那才是真平等 那才是真平等 是 對啊 要了解彼此的差異 沒錯 然後看我們要 我們要理解之後 怎麼再調整 我們怎麼把這個差異 慢慢的接近 沒錯 只能接近 然後靠近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差異拿掉 嗯 也很難 很難 很難 因為 要面對 像前面我們也講了 其實我們會說 是不是視障者都 都沒有辦法獲取資訊 你要看他個人的意願 對啊 那視障者他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你職場友善 他也有他自己的專長 他願不願意付出的努力 他只是被凸顯了他的個性 並不代表說 視障者的個性疑慮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 對啊 就是好像很多的 雖然說這本書 我們會想要討論的一些通則 但是我們千萬 就是 其實這本書前面也有提到 我們不可以忘記 每個視障者 他有每個視障者的狀況 對 所以我們要用正確的態度 去了解他們 那最後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溝通 其實也是在聊 那這本書其實 有一個部分我 算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你在 你在職場工作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有很多的講師 那我們的 就是 我們可能會跟講師問問題 或什麼 那很長 就是可能我們一個忙 有個案進來 一個忙 就突然就 就跑過去了 幫忙什麼的 因為他常常都會有一些狀況 然後你就發現那個視障老師 就一直講一直講 因為他沒有注意到你不在了 那 或者是說 有些人他甚至於會 比較不OK的人 他甚至於會把這些事情 他可能在溝通的時候 他可能做一些 做鬼臉啊 或者是 就是 就嘲笑這些人啊 這當然是非常非常極端 很糟糕的例子啊 但是 當你就是 如果說你是明眼人 做出這樣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 是一個很傷害 彼此信任的狀態 那我們像我們這樣明眼人 在跟視障者溝通的時候 老師會覺得 大家應該要注意 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可能需要留意 就是說我們可能需要 更多的描述 描述這個外在環境的狀況 外在環境的狀況 會讓這個視障者更有安全感 安全感 對 當那個安全感有了以後的溝通或關係 會變得比較自在一點 嗯 嗯 這個就是視障者他也會比較放心安心的 就比如說今天是到街運站的一個出入口 然後你可能告訴他 你後面是 你現在寫後方閘門 然後你前面是走廊啊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他就會知道 他身處在什麼地方 嗯 然後起碼最基本的那個安全 會比較容易感受得到 嗯 就是在外在環境 就要多一點的描述一些客觀的 嗯 現實條件 嗯 那在離開就像剛剛莫坦說 離開之前的確也需要先有一個確認 就是說 欸你現在 我現在要離開了 嗯 那你現在要去哪 或我需要先帶你到哪裡做什麼 或等什麼人或什麼之類 就是說先做好這樣的確認 嗯 就是讓他也放心 你也比較放心離開 嗯 嗯 就是雙方彼此都可以是不會在一種 很莫名其妙的狀況下 嗯 這好像就是尊重 對這還是回到一個尊重 尊重 嗯 只是我們太習慣用視覺去觀察這些事情 可能你就說啊 那我就先走了好掰這樣子 嗯 對對對 啊掰就掰 結果就是 就是這個人還是落在那裡 嗯 欸這讓我想到上個禮拜我們理事長 就是在跟一個 在跟一個個案溝通 那我們理事長在講話之前 他就說 嗯 你有任何問題可以打斷我 嗯 因為我看不到你的表情跟你的狀態 嗯 所以你隨時可以打斷我 就是說其實我們理事長也是做了一個示範 就是他其實先拋出了他的狀態 說明白了 然後那你就去配合他 因為他知道他的議題在哪 因為他知道他一定會有這個困擾 對啊 那你如果說你這樣子一講了之後 我們也是說 哦對對對 就是也提醒了我們說 啊是不是某一些溝通上是需要注意的 對啊 就是講出來啦 這也讓我想到我去年陪著我們事長老師到很多大學裡面去這個去上課 那我們其中一個老師 因為我們老師都是這樣 他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他就 就講說 譬如說他舉個例子說 不知道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網頁上面 那他現在右邊的是 我的感覺 聽起來 因為他們用聽的嘛 聽起來這邊好像是有一張圖片 各位覺得是嗎 結果其實現場是一片安靜 可是呢每一個人都在點頭 然後我在旁邊呢 我在旁邊 然後我們事長老師就說 各位是不是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我再講一遍 然後我就說 老師他們很熱烈的回應你 只是他們沒有聲音 因為他們熱烈的在那邊點頭 那我也利用這機會 我就跟所有在現場的參與的人說 各位真的我們的老師因為他看不到 所以當你們想要有回應的時候呢 我強烈的建議大家要發出聲音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例子 是啊是啊 不過這個我剛剛也突然想到一個 就是說其實作為明眼人 我覺得也有一個東西是 我們還是可以表達我們的不懂 就是說我們的確也不了解是這樣 所以如果當要互動溝通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表明 我可能不太了解你們可能會需要的是什麼 那你也可以主動告訴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雙方彼此在互動過程裡面 就是一個溝通過程 那就主動提問 對主動提問 可是也會回到很多的明眼人 不習慣表達自己不懂什麼的這件事情 真的真的 對可是我們的確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是這樣者啊 我真的不會了解他到底感受 或者是現在在想什麼 或者是他需要什麼 嗯 我也不懂 嗯 那如果不懂那就問嘛 嗯 嗯 嗯 那也不用把一些好奇 就一直埋在心裡面 對 在那邊猜想 沒有錯 猜想西啊 擔心這個啊 擔心那個啊 害怕 欸我這樣做了他會不會怎麼樣啊 什麼的 對 其實反而更需要很坦白的去 要正確的疑問啦 是 就是說也不要真的是不要好奇 啊你也可以這個喔 啊你怎麼可以這樣 喔千萬不要 這真的是 欸你也可以 欸你可以自己走過去喔 啊不要不要這樣 你只要就是適時的輔導 然後問他說 那你可以自己過去 需要我幫忙嗎 不需要 那我就離開 或者是我怎麼樣 然後剛剛老師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確認安全性這件事 就是就是說 雖然說我們一直一直 但是老師剛剛講的差異嘛 你要知道他還是看不到 對 所以 把他 讓他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很重要的喔 就是說你千萬不要 你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告訴他 他在哪裡 因為 你想想看我們就是 如果我們自己一個人就是蒙著眼睛 站在馬路中間那個感覺 如果你是被丟在那個地方 然後沒有人來幫你 這是很可怕 多可怕 對 所以就是 確認他們的安全性 然後描述客觀的現實 外在的環境 然後增加信任之後 才會有更良好的互動 今天這樣子聊 讓我們更理解到 其實視障朋友在溝通上面會碰到的問題 這個也 除了謝謝老師 我覺得老師今天分享了很多東西 也確實都是我們平常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我覺得真的真是很棒 謝謝您喔 謝謝老師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今天最印象最深刻 老師就是一直跟我講 他說其實沒有所謂的平等 因為平等都叫齊頭式 那我們明眼人其實跟視障者之間的互動 最主要是我們要了解我們彼此之間的差異 而且我們還要讓大家接受差異 那這就會讓我想到其實我們 學會一直很重視一件事情 叫資訊平權 那其實資訊平權聽起來好像這個比較硬 好像也倡議的能 倡議的這種風格比較重 其實我們也一直有在推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資訊親和地 對 這個其實在我們的文宣裡面 一直都是tag在下面 對 那我們是放在一起的 那Benson可以跟我們聊聊為什麼 我們要用親和地這三個字嗎 對 因為其實大家會談 什麼叫做資訊平權 什麼叫資訊親和地 其實簡單一點喔 就是讓視障者跟我們一樣 我們在使用這些資訊 尤其是我們現在最方便 就是網際網路 在使用網際網路的時候 它的使用上面 應該跟我們是一樣的 這是平權 那當然政府也有很多法規 要求很多政府單位 對 那我們學會其實過去11年 我們也到了很多的單位去 協助他們也去宣導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無障礙 對 無障礙網頁 對 不過我覺得這種東西 與其用這樣子的方式 還不如來推動所謂的親和力 我們應該是鼓勵大家 對不對 對 所謂的平權其實有一點那種革命的感覺 對 當然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可以用一個更積極的手段 讓大家了解說 但就是大家了解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實這樣子也變成好像是一種 弱勢在跟強勢抗爭 對 那其實這一件事情 我們當初也有討論了一下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爭取更好的 對世上的爭取更好的權益 但是這一集老師也提到 我們為什麼要用親和力 就是其實性別也不可能平等了 對 那他們失去視力的人 也跟我們絕對不可能是 齊頭式的平等 所以我覺得老師提到這一點很有趣 就是我們應該是要拉近彼此的差異 對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更能夠了解 要怎麼樣幫助彼此 是的 是的 我覺得這個彼此的認知很重要 彼此的認知非常重要 那Vanson對於這一部分很有印象 那我呢 我個人對於老師談話的 有一個部分很有印象 就是 我們節目最前面 有提醒同學們 然後在上課一樣 老師好喔 老師走啊 那老師有提到說 就是要主動的表達 就是主動這個字 因為我們太習慣用視覺觀察大家的神情 對 沒錯 或者是一些狀況 像日文有個 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不讀空氣 那他們就說這是白目 對,就是說很多中文好像也有這種說法 在那一遍 Cookie用沒ない Cookie用沒ない 對對對 哇,哇,這個字真不錯 那中文其實有人這樣講就是這個人不會讀空氣 可是您要嘗嘗看讀空氣其實就是用看的 對啊 對啊,可是視障者他如果看不到你的表情 看不到周圍的人的狀態 他要怎麼讀那個空氣 沒錯沒錯 對,他只能用,就只能用聽的 所以老師就講到說 如果說我們明眼人 對於視障者不懂的 你就主動講 對 你就主動問 其實我們太不習慣表達自己的不懂 因為我們都覺得 我們自己看看 或許我們就會發現了 或是我們在查 可是我們其實對視障者的不理解 他就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問就有答案了 是啊 而且有時候也許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 都會讓我們會覺得說 我怕問錯了怎麼辦 萬一我問了這件事情 讓他覺得不舒服怎麼辦 對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說 與其如此我寧願不要問 可是你跟視障者之間的互動 你不問他真的不知道啊 對 你也沒有辦法得到答案啊 對,永遠都得不到 而且就是人就在你面前 所以這就是溝通的本質 為什麼我們這一集一直在談說 你知不知道怎麼跟視障者溝通 對,沒錯 那我們其實也很想要很想要聽大家 到底對視障者好奇是什麼 對,你們也要跟我們溝通喔 對,你們可以用文字跟我們溝通 你們也可以匿名跟我們講 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想要知道說 大家到底對視障者好奇的地方 跟不懂的地方 可能各位平常比較少能夠接觸到視障者 但是我們周圍 我跟Benson的周圍有很多視障者 對,所以我們可以幫你們問 那之後呢 我們會再專門錄一集 解決大家全部的不懂、好奇跟刻板印象 沒有錯 對,所以如果大家這段時間有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好奇想要問的 希望我們可以幫忙解答的 都可以不管是留言或者是來訊息 或者是寫評論的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蒐集起來喔 沒有錯,非常期待喔 那除了這樣的期待之外 我也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一定要跟大家工商一下 沒錯 我們學會很重視跟志工們的一個關係 我們也希望志工它也是具有專業性的 其實很多人來我們學會報名志工 都是希望來錄音 那其實不僅僅是錄音 我們學會的服務的面向是很多種 所以我們從今年的三月份開始 我們就開始辦一系列的志工培訓 那最近的一個志工培訓會在四月十一號 那我們的培訓內容就是我們視障者的人導法 就是我們如何來引導他們 那這次因為其實上一次的志工的訓練裡面 有簡短的講到一點 那我們跟在場的志工裡面 大家都有這種感覺是不夠 因為講的很多東西還有很多的疑問 想要去了解 所以我們特別會在四月十一號 再專門辦一次人導法的志工培訓 對我們所有的培訓 其實我們把人導法放在前面 最大的原因是不管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中心都是為了視障者 沒有錯 他們可以有更好的資源 更好的幫助 那我們就希望說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 讓大家了解視障者之後 也會理解為什麼我們叫有聲書學會 為什麼我們要開這個節目 為什麼要錄有聲書 為什麼要做電子書等等的 那這些東西環環相扣 都是對於視障者的一個同理性 而且其實這次的志工培訓 也跟我們這次的節目是有息息相關 各位可能只聽到人導法 覺得說好像我就是帶著他們走 我最經常聽到我們視障者講一件事 就是他有時候被人家帶著走 覺得他好像是個物品 對 他不是一個人 他只是被人家牽著走來走去 是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是跟溝通很有關係 我們在引導的過程裡面 就是我們跟視障者溝通的開始 所以我們很期待大家有機會 都歡迎來參加我們這樣子的志工訓練 4月11日喔 對 可以關心一下我們等一下會說的 我們的管道 這個管道很重要喔 對 那這個管道除了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過去大部分都在Podcast來去收聽 那最近我們也上了另外一個平台 叫聲浪 對聲浪 聲音的聲波浪的浪 對 它是一個台灣自己製作的APP 對沒有錯 而且它事實上它非常的友善 那尤其對我們這些公益團體特別的友善 所以我覺得不錯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大家不管你是用Apple的iOS的系統 或者是一般Android的系統 都可以查得到這樣的APP 對如果各位喜歡的話也可以下載試用看看 上面有很多優質的節目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這個Podcast的市場可以越做越大 那上面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以憂鬱陣啊 移工啊 還有一些 還有我們是被規劃什麼 深夜時光 大概是那個Vancent的聲音太有詞性了 很適合深夜的 就聽完之後很容易睡覺嘛 是這樣的意思嗎 欸這我沒說 好歡迎大家可以上這樣子的平台去收聽 那另外其實我們友善書學會 之前也說過我們有一個Facebook粉絲專頁 那在上面我們會有我們所有的活動的消息 還有活動的紀錄照片 還有一些跟市場相關的一些議題 我們也會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還有節目上的很多東西 我們也會在上面分享 那另外我在這一集想要另外再宣傳 是我自己為了這個節目開了一個IG專項 那我們的木炭是不是真的是很用心呢 其實是因為我是一個小小偷窺狂 我很喜歡在辦公室亂拍一些照片 那其實因為我 其實在節目中我們也有說過很多次 我們是跟視障者一起工作 那在做這個節目的過程跟一般我上班的過程 其實我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感受 或者不一樣的想法 那我都會在那個地方用比較輕鬆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就是因為在那個IG是屬於這個節目的主持人的身份 所以如果各位有在用IG 可能比較沒有習慣用臉書 您也可以follow我的IG 這個IG就是您可以搜尋木炭 或者是直接打英文 MUTAN 然後底線LV 對,屢木炭就是我自己 對,那如果說各位就是我們當然就是提供這樣的管道 算是如果大家有這個習慣可以在這個地方互相宣傳 互相follow 或是聯繫的話都可以再使用 各位看到我們一直用各種不一樣的管道 就是希望能夠接觸更多更多對我們有興趣的人 那大家在聽我們的節目 也非常歡迎大家 除了聆聽之外 也可以訂閱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禮拜四 我們都會一直不斷地播出我們新的節目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 就像我們這個節目裡面講溝通 溝通其實就是要互動 我們非常期待大家在聽完之後 能夠在iTune裡面給我們一些評論 讓我們更了解說 大家對於聽完這次的節目之後 有些什麼想法可以跟我們一起互動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可以跟大家多留言 多去討論討論我們自己彼此人如何成長 嘿,最重要的就是五顆星 沒有錯 我們就是一群愛慕虛榮的人 沒有訂閱數,沒有五顆星 我們上班... 好啦,也是就這樣 好啦,謝謝喔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 Tigre 說 了 現在 來了 automatically спôle 整點 神 不是